前方路口紅燈 白車剛從巷口開出來 才剛要轉彎 碰得一聲慘遭闖紅燈的灰色轎車 狠撞噴飛 失控亂撞 失控一路撞 撞上停紅燈的無辜轎車 車屁股後還衝衝衝 爆衝往路邊店家撞過去 一旁店家鐵門 直接被撞出一個大凹洞 離譜追撞 讓網友看傻眼 說最守法的最衰 另外在彰化繡水 張露露 則出現失速貨車中斷數 藍色貨車對向車道 突然爆衝撞過來 狠撞中間路數 不只斷根還360度大翻車 另外在基隆 則出現恐怖貨車 擊落機車騎士 直行機車高速狠撞 左切貨車 騎士連人帶車 噴飛滾地 連鞋子都飛走 痛到在地抽搐 先不要動 現在先不要動 還要回轉 我們要進魚市場 轉過來就一輛車子 騎得很快 就這樣擦撞 另外在台南 奇美醫院旁路橋 則有女騎士 為了超車擦撞腳踏車 驚險摔車 還差一點被一旁叫車 爆頭碾死 好在反應快 地上急速狂滾 好運閃過 奪命車輪 另外在台中市大理區 有一輛大貨車 路邊微停卸貨 車頭後方的升降板 例如刀刃 一輛小貨車 沒注意車前狀況 一頭撞上去後 車門竟一秒消失 正善被削弱 右側車門 扭曲變形不成樣 駕駛驚魂未定 拍片狂問 我真想不透 這車門是怎麼掉的 而在新北市新店安祥路 則有女騎士 摔車插點被車輪爆頭 鼓勵懷腳左摔 頭差點被輾過 後方騎士全下爛 急刹車 一整排向保齡球瓶 撞撞撞 驚悚全島那樣四人受傷 原來疑似是路面有油字 地態滑彩害衰 好在沒釀奪命意外 只是這油到底是誰漏的 警方還要查 這支周知我文采宣 總共報道